加拿大在我们的印象里是比较冷 但是非常美丽的 因为我有一个学生也是跟我学画画的 他就在加拿大生活 而且他在加拿大也做了好几次展览 得到加拿大的政府和有关群众组织 对他的肯定我觉得很高兴 对加拿大无形中有一种莫名疲望的友好的感情 中国山水化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它是非常有着非常非常厚重的积淀 而在中国文化里 它又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比较有声望 比较有成就的这么一个艺术种类 中国的山水化在世界上受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喜欢 比如说英国对中国清代的四王就非常的喜欢 而且给予四王的这个山水化作品相当高度的评价 而在美国的大东会博物馆里的东方厅里 以中国化为主 我在那里看到了大量在中国国内见不到的优秀的山水化作品 我当时看完觉得自己 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作品觉得很骄傲 加拿大这里是一种对待文化是一种多元的 对待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关注 我感觉到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这次展览可以让加拿大的观众 加拿大的这个有关方面了解我们 希望以后有机会也能到加拿大去做个人的画展 到加拿大去画加拿大有些地方的风景 因为我到加拿大和美国在街上的五大湖地区非常美 葱林茂围 一片原始的那种激进 那应该说是山水化最向往的地方 我希望能够机会 虽然我年事已高 但是希望有机会能到那种地方去写生创作 我在等待着这一天